多多Sean 你問我答系列 今次收到同學的投稿是關於Titration的題目 Titration的短片其實一直都很想做 但想想想Titration和Back Titration的題目真的很貴 大家只要肯粗肯練習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不管背後原理都會做 令我做短片的動力比較低 今次收到關於IB同學的一些投稿 他就問了自己考試中其中一條題目 一個idometric的Titration 其實在IB鏡也好 或者A-level鏡也好 這些題目都很常見 但在香港考DSE的同學 去看這些題目就會覺得很新穎 新穎的角度在哪裏呢 Titration我們做一般都是Excel and Alkaline 這條是關於Redox 當然有同學說Paper 2裡也有Redox的Titration 但也相對而言比較少 同時之間這題目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牽涉了Redox的Titration之外 還有你要去搞清楚Rates of Reaction 又或者Reaction的先後次序這個概念 我們直接看一看這條題目是什麼 有興趣同學再按停去看清楚 他說有個學生想用Titration的方法 去找出這個產汁裡面的Ascorbic Acid 即是維他命C 它裡面的份量有多少 那麼在做這個過程裡面 它首先加了這個Excess的Protessium Aldite Ki 加進去酸化的產汁裡面 這個酸化產汁是什麼概念呢 說真的 產汁本身都酸 為什麼要酸化它呢 Anyway Resulting solution 混合了的東西 我們就用這個Protessium Aldite KiO3-去做Titration 用了Starch or Indicator 沒有概念的同學 要首先提一提 我們用Starch做Indicator的話 其實就代表了 我們在detect那個Solution 裡面有沒有Rdin OK 有Rdin的話 跟Starch combined 就會出了一個Blue-Black的Complex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說 一個Titration完了 最後一個句也有寫的 Endpoint of Titration was drawn by a blue-black color 好了 這裡有三條Equation 是不是說照著這三條Equation的Mode Ratio 這麼棒給你 然後跟著它做就會明白呢 不是 我們先看看這個Reaction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了 看看下面的圖 下面的圖 這個藍色正方圖 你就當是我們做Titration 裡面的Chronical Flask 我當做這個橙質的Sample 裡面是會有三個Ascorbic Exit 當它有三個 右手邊這三個 然後你會知道 它的Solution裡面是加了Excess的RD 所以你看到很貴很多RD 在這裡 當Titration開始 現在我加第一滴的RD 加了第一滴RD 加了第一滴RD 我們看看Step1 一份一滴的RD 是否跟五滴的RD 去react 變成三個RD 我們在下面做回相應的事情 一滴的ProtessmRD加下來 會react了一、二、三、四、五 五個RD 出了三個RD 這三個RD 看上面的Equation Step2 RD 是不是跟RD 去react 以一比一的分量 去出回這個Tri-RD 因為我們有三個 所以我們要三個RD 然後可能有同學畫位 慢著 又說RD加了下去 有Starch的地方 它會變成Blue Black 這個就是重點 首先其一 我們不是太科學地說一說 有個結論去推翻那個過程 如果你的Titration 在這裡圓的時候 那三個Ascorbic Exit怎麼辦 你的Titration 永遠都不會有結論 對不對 我們正經一點說 其實這個RD 在有RD的情況下 它會優先跟RD 去react 變成Tri-RD OK 這個RD 這個RD 是快過RD 跟Starch 黏在一起 變成Blue Black Compact 這個過程 所以我在短片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 這條題目 是需要你一個認知 就知道 Step2這個Reaction 是快過RD 跟Starch 黏在一起 那個過程 OK 所以當這個RD 發出來的時候 它會馬上跟這個RD 去react 變成Tri-RD 這個Tri-RD 就會進一步 跟這個Ascorbic Exit 去react 完成那個Reaction 剛才提及到 三個RD 是會跟 1 2 3 三個RD 去變成三個Tri-RD 而Tri-RD 是以1比1的Mode Ratio 和Ascorbic Exit 去react 這三個Ascorbic Exit 亦都會被react 我們整個一個圈 Tri-RD 就完結了 同學可能會說 今天什麼都沒有看 不是的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再來一次 加多一滴的RD 進去 當你加多一滴的RD 進去的時候 就會跟五個的RD 再一次react 又來多一次 1 2 3 4 5 接著react完之後 是不是出了三個RD 三個RD 重複一次 又再跟三個RD 去react 變成了Tri-RD 也是三個RD 看看上面 我們這次還有沒有Ascorbic Exit 跟這個Tri-RD 去react 沒有了 這個Tri-RD 會怎麼辦 看看Step2 細心點留意一下 它的箭咀是雙箭咀 OK 所以Tri-RD 如果沒有被即時react的話 Equilibrium 當然會回轉 會有RD 給你 有RD 給你的時候 怎麼辦 怎麼辦 即時跟Stach 在一起 給你一個Blue Black 而這個 就是Tri-RD 完結的Signal 基本上聽完我說 之後 我猜你應該知道 怎樣做 這題目 我們應該是會有 你用了多少 Protessum RD 的Folium 對不對 這個Folium 再combine 給你Protessum RD 的Concentration 你是不是會找到 這個RD的Mode 也找到 RD的Mode 也找到 這個Ascorbic Exit的Mode 來多一次 找到RD的Mode 再找到RD的Mode RD的Mode 也可以幫你找到 Tri-RD的Mode 也可以順便幫你找到 這個Ascorbic Exit的Mode 好了 這個數字怎麼做 剛才都給你看過 它給你一個Data 就是找到多少個 RD的Mode Folium 和Concentration 從而我們就可以計算一下 它的Mode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按停這個Mode 然後再看一看 題目說些什麼 這個RD的Mode Mode 就會是7.2除1千 乘2乘10-3 就是0.40144Mode 剛才的Equation 也都知道了 這個RD的Mode RD的Mode 是1比3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乘3 變成0.40432Mode 這個時候也可以幫我們找到 Tri-RD的Mode 亦都可以找到 Ascorbic Exit的Mode 亦都等於0.000432 非常之繁複 好多數字 最後題目是問到我們到底 在橙汁裡面有幾多 Ascorbic Exit Ascorbic Exit 0.00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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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些人可能會說 橙汁算算算 Ascorbic Exit 是Exit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用 Exit and Alcline Titration 很簡單 我們做Exit and Alcline Titration Limitation 就是你需要一個適當的 indicator 但是橙汁是橙色的 你做Titration的時候 加indicator 去 顏色不夠出 所以我們如果 Modify一下 把它變成了 Redox 用ROD 來做一個indication 因為它和Starch 添加了有Blue Black 很深的顏色 我們可以很順利地看得到 Endpoint 但是如果用Exit and Alcline 就沒有那麼順利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 你要記住 橙汁裡面 不只是Ascorbic Exit 作為一個酸 剛才說錯了 Citric Exit 一樣有機會存在 還有其他的酸 所以用Redox的方法 就會適當很多 今次短片來到這個位置 如果同學有任何的疑問 或是想投稿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Inbox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